北京住民的天安门万头传动 由于这里相当靠近每年举办大陆全国两会的人民大会堂 公安沿街对游客进行身份盘查 北京即将在3月4号和5号召开大陆全国政协和人大代表大会 共5000多名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齐聚北京 为安跟着提升 不仅人民大会堂一带随处可见武警和特警车辆 沿街的饭店也拉起栅栏武警鹤枪实弹不准外人靠近 即便是持有采访证的记者也只能在对象进行拍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靠近人民大会堂一带的饭店 前面都停满了北七的大巴 到时候这些大巴就会带着大陆的全国政协以及人大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 除了街头戒备升级沿街更是约100公尺 就会看见一群身穿红色大衣的朝阳大妈们 他要是特别可疑的话 我们肯定会该报警报警的 这是应该的 就发挥朝阳民众的力量 对对对我们就是朝阳的大妈 就是为两会服务 这些住在北京朝阳区被称作朝阳大妈的婆妈们 曾有多起名人性交易及涉毒的社会案件 靠他们举报而曝光 台面下的八卦尽是有效情报 被外媒调侃是金城另类的神秘组织 今年两会正逢台湾总统大选过后 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分管对台工作 除了重申九二共事外 在两岸关系因金门翻船案 No的紧张之际 对台会释出何种讯息 是否借一年一度的大陆政坛大会 对赖清德政府画下底线 值得留意 记者您先片于北京采访报导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